至少他这些人对行为方式 作为媒体人 在自由的社会生活这么久 他的行为方式 他的报道的语言 本身对那些他的同事都会有影响 但是问题我还是在讲 这个我是同意藏先生的说法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说 中国政府他的观念就是 我是搞宣传 他不是搞新闻 这一条就是他不可能有本质的改变 很显然 你看现在看中国媒体的 几乎没有在这边 看中国媒体的 基本上是中国大陆来的人 华人 这些人呢 他能够在这方面起作用 已经相当不错了 已经相当不错了 你看像我一个 我的这个个人经验 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 我在这边每天看新闻的时间 我给自己定的是两到三个小时 我怎么可能去有时间 去看那个新华社的东西 对吧 而且美国人 他更加不可能去看新华社的东西 如果你不是一个有权威性的新闻机构的话 这个我从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知道它的结果是不会太好 我想当然要指望美国人去看新华社的这个电视台 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是太高了 那么我想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哪一天中国发生重大的事件 那么美国人先看到自己的电视台 然后他换到新华社的电视台去看 了解中国的媒体的报道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他不是对他不如果有其他的记者能够进到他报道的地区的话 我相信新华社仍然不是大家所依靠的这个信息来源 这一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这个杨先生我比较注意 这个开头呢 这个几乎西方所有的报道都用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画面 对吧 新华社的这个数字 对 因为他没有人 没有其他的 等他人进去以后还是在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比较 会比较 就是因为你外面的电视台派人进去 新闻机会派进去 你不能派50人 你最多派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 所以他非常有限制 你看到是局部的 当他要呈现一个完整的这个画面的时候 他必须用这个别人 还有一个你去的这个地点 可能不是最有新闻价值的地点 对不对 最有新闻价值的地方发生在另外的地方 百里之外 那他只好用这个 这个情形也出现了 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在西方来看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新的一个一个一个迹象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希望所在 就是说这个中国应该不会有这个话语权 应该有 因为13亿人嘛 对不对 这个但是呢 这个话语权它有一个重要的基础 这一点我都同意这个洋先生 其实我们这个里边有很多看法都是蛮相似的 就是话语权的最基本的基础 你就必须要新闻要新闻自由啊 对不对 这个这样才可信啊 那现在目前一时做不到 那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好 除了新闻自由以外 我想从技术层面来讲一下这个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主流媒体 很多是以这个半导电视台为模 是说我们希望做成中国的半导电视台 那么我们知道半导电视台 它的这个报道啊 有很多的特点 比如说它的报道 基本上是以西方受众的这个思维方式 或者他们的语言方式来进行报道 那么您认为这一点上中国媒体现在做的怎么样 我判断这个一个媒体机构 它做的是什么的时候 我是有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它是搞宣传 是搞新闻 这个就很大缺 新闻它是有自己的后边的主导的 比如说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本身 它也有自己的报道的方面的倾向性 对对 但是呢 问题就是说 它是在做新闻还是做宣传 这个是一看大家就知道 是是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它在这报道的过程中 它有没有垄断 垄断性 对某一个地区的新闻有垄断性 通过政治的手段进行垄断 藏先生所讲的就是说 那个报道过程中 它显然的有垄断性 现在我再回到中国来讲 我先不讲其他地方 因为这个西藏出了问题 新疆出了问题 中国政府第一个办法 就是把切掉 封锁对外的链 封锁对外的链 因为什么呢 它要占有 它要对这个 占有话语权 全部的话语权 全部的话语权 它占有话语权的方式 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 就是用政治的办法 让你不能进去 对吧 但是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在这方面 是不能奏效的 当然我们可能会 得到一些 我们说中国政府不期待 而我们期待的结果 这是肯定会有的 但是呢 就是说 这种方式本身 是一种错误的方式 他就认为我有钱了 我可以有话 我去画语权 那画语权说什么呢 你为谁而说呢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说 张燕一句话 我同意 也不同意 他说 中国是需要有画语权 因为有13亿人 问题的关键 中国政府 他那个画语权 他不是为老百姓说话 对不对 文川地震里边这么多孩子 这个被砸死 而谈 做人这种人 他就是要 为这些人来的话语权 来挣折的权利的 而反而他被判了 就是说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区隔 就是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的话语权 这个是我们必须强调的 因为 而且 如果只是强调 中国政府的话语权的话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成功 因为话语权 所以我刚刚这个 你在问到 陈希 你在问到的是 这个半导电视台 其实这个半导电视台 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知道 到目前为止 这个电视世界 基本上 电视新闻的世界 基本上是被美国垄断的 这一点不可否认 即使有个半导 那CNN还是 这个大大的超过这个半导 但是呢 这个给人 这个很多启示的 就是说 为什么半导电视台可以生存 半导电视台 他毕竟呢 他能够这个 有他自己独特的角度 有独特的这个资源 有些东西 是这个CNN 没有办法做到的 你比如说 他可以去访问一些 阿拉伯国家的这个政要 他甚至可以去 这个有来自 恐怖组织的 一些这个讯息 还有消息来源 那这个CNN 没办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西方人要看 不是因为他做的好看 而是因为他确实有 美国媒体做不到的地方 那我要讲的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杨先生讲话 有的时候比较政治了 如果撇开政治不谈的话 只要这个中国的媒体 能够提供给美国 美国的这个观众也好 读者也好 美国媒体 没有办法提供的讯息 这个就是他存在的这个价值 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 我们知道 其实在海外的华人媒体 有相当的多 比如说北美的世界日报等等 他们的影响力 也是相当的大 那么您是否希望 或者是预见 中国的这个大外宣 这个努力中 会和这些海外媒体 有一定的合作 或者是或者是双方的 这个交融 这个这个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 大外宣的这个计划中 他们不是属于重点 重点应该扶持的 实际上我觉得 时间很短了 我到台湾去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那个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实际上的 有大笔的 不仅是这个 大外宣方面的资金 大笔的统战资金 进入媒体 他不是说 我去去占话用权 我直接买你 所以台湾和好多的 有电视台 他不赚钱 他要做 做为什么呢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不赚钱 你没有市场 你为什么还要做电视台 他说我们等着 对岸来买 所以说这个呢 这个事情应该说 注意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 台湾媒体 到目前为止 据我所知 应该没有拿 这个大陆的钱 只有有很多谣传 那个反正我没有看到证据 我不认为 这个是拿了大陆的钱 在这个生存的 这种情绪不存在 第二 大外宣的这个计划 基本上把资金 是投给中国的媒体 中央媒体 让中央的媒体 能够到海外 在地落地 做一点事情 基本上不会给外国的 或者在地的这些媒体 去做事情的 华人媒体做事 好 那么听众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 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们将讨论 美国政治 有没有可能超越党派之争 欢迎您收听收看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